市售法定传染病防疫保单 保费便宜 理赔规则简单 成为保险市场热销商品 但随着近日确诊人数聚增 预计未来将出现轻症及无症状的确诊者 被保险者受医疗资源排挤 连带影响其医疗保险理赔权益 比如说我们的保险说要住院会给住院的金 赔偿金 那么隔离会给隔离的赔偿金 那么现在政府通知隔离 固然会有通知可能没有问题 可是因为我们的医院有个降载措施 怕大家挤到医院把医疗系统给分溃掉 因此政府就推出一些中间过渡措施 叫做防仓医院 或者叫做加强版的这些收容机构 那么这个收容机构固然是一种隔离状态 可是它到底算不算是医院 算不算是住院就有了 会产生增值的可能性 疫情指挥中心我们统计到5月22号的数据 目前在3139例的确诊个案当中 重症的患者占10% 我们以这样的数据去统计 我们以这样的数据去统计 那个658床一年 我们富洋隔离病房可以提供的床位数是34,216床 那么如果说这些全台已经售出的这个289万张产险防疫保 这些防疫保单 10%我们举例了 希望不要发生 假设有10%的保护 就是28年9万人需要重症 需要入住富洋隔离病房的话 那么刚刚说统计这个床数 要花8.44年才能够完成这个治疗 显然目前富洋隔离病房的床位数 可能不符合这个消费者入住 不符合消费者所购买的这些防疫保单 他的这个条件 那消费者实际上是有入住的需求 但是因为供应不足无法入住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会符合 几步保险金的这个条件 消费会呼吁 金管会保险局应该尽速针对可预期的保险契约争议 邀请业者共商解决之道 调整保单未尽完备处保障保护的保险权益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导